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财经会演节目 下面是今天的主要内容 8月17日 李克强到深圳延田考察并发表演讲 他称 要往前推进改革开放 黄河长江不会倒流 在深圳主持召开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期间 李克强分析了经济形势 并点名四个经济大省 但是没提上海 引发了关注 根据中共官媒的报道 有六个经济大省的省领导人参加了座谈会 李克强说 经济大省要永挑大梁 稳经济 稳就业 各省要坚持政府过几日子 李克强称 六个经济大省的经济总量占全国的45% 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顶梁柱 他特别提到四个沿海省 包括广东 江苏 浙江和山东省 他们对中央财政的净上缴超过了六成 需要完成财政上缴的任务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孟俊告诉自由亚洲 上海在以往多年 财政上缴的贡献是最多的 但这次没被点名 因为当地受疫情防控的打击太严重了 无法指望了 这令李克强不得不避开上海不谈 转而要求其他省份担起更大的责任 那些人口多的省份经济贡献也比较大 总比找黑龙江等地区要有力 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认为 中共政府今年上半年的财政赤字高达5.05兆人民币 加上资金外逃 外汇储备大量减少 一带一路国家债务违约 上百家中企可能会集体从美国下市 企业市值急速蒸发 中共很难不过紧日子 而且 现在中共财政的一半支出都用于维稳 现在又开始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 危机可能会步步升高 面对经济下滑 北京当局进退两难 再也拿不出大笔资金刺激经济增长 《华尔街日报》8月17日报道 过去20年间 全球公司和市场对中国经济形成了一种习惯的预期 一旦经济出现放缓的迹象 中共政府就会砸下大笔资金来刺激增长 现在 这种操作已经失灵了 中共已经拿不出那么多钱来提振疲软的经济了 为应对经济持续的放缓 市场需求疲软 中共央行8月15日下调了两项重要的政策利率 对此 经济学家认为 这番降息对于鼓励家庭和企业进一步借贷可能效果不大 根据投资咨询公司海源资本合伙人的调查 截至去年12月 包括中央和地方 中共政府的债务总额估计达到GDP的120% 高于2014年的60% 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表外借贷等其他形式的政府债务迅速增长 规模几乎是中央政府显性债务的5倍 在上个月的一次会议上 中共最高决策机构并没有像外界预期的那样 宣布新的刺激政策 相反 官员们承认了巨大的下行压力 放弃了5.5%的全年增长目标 报道指出 中共领导人这次没有出台更强力的刺激措施 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中共的政策工具已经用得差不多了 他们自己也意识到 通过借债投资基础设施的旧经济方式不可持续 为在20大前少犯错 中共官员普遍躺平来应对目前的一系列危机 法国新业银行经济学家本周在给客户的一份报告中写道 按最乐观的估计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刺激措施或债务重组一揽子方案 最早可能在11月底出台 许多官员都在等待中共二十大的结果 牛津经济研究院经济学家胡东安说 只要动态清零政策不变 消费或私营部门的信心就面临很大的挑战 他表示 中国经济可能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艰苦时期 牛津经济研究院8月初将中国全年的增长预期 从4%下调到3.2% 长期的清零政策加上房地产市场低迷 导致地方政府财政吃紧 近年以来 不断传出公务员降薪 追回奖金等消息 就连公立医院也未能幸免 近日 四川省乐山市第四人民医院关闭的消息引发关注 大陆媒体报道 涉事医院已经倒闭一年多了 但医务人员如何分流 官方至今也没有给出解决方案 乐山市第四人民医院从2021年6月27日关闭至今 医院员工连续几个月都没有基本工资和缴纳社保 不少职工选择找临时工作 但更多的则选择在家休息等待 今年新年以来 职工到手的钱只有一千元 医院发放的工资和无险一斤的缴纳也出现了清皇不揭的情况 一名职工表示 医院早在疫情前已经亏损了2000万元 拖欠多家供货商的钱 每家几百万不等 疫情成了压跨医院的最后一根稻草 目前 该院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官网的最新消息 仍停留在去年4月 官网显示的电话成了空号 公开资料显示 乐山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前身是成都铁路局 西昌分局燕冈县路医院 1994年10月改名为俄美铁路医院 2004年9月1日 医院移交地方政府管理 并改名为乐山市第四人民医院 属于四川省工商保险定点医疗机构 乐山市及俄美山市社保定点医院 同时还是铁路交通事故创商急救中心 以及乐山职业技术学院定点实习基地 今年以来 大陆各地不断传出公务员减薪的消息 长期的清零政策加上房地产市场的躺平 导致地方财政吃紧 不得不通过给公务员降薪来缩减开支 有些地区甚至要求公务员及其家属买房 刺激当地的经济 有自媒体指出 地方政府由于缺钱已经进入了魔幻时刻 公立医院倒闭 欠薪不是个个案 今年7月 辽宁省丹东市镇安区医院被报自2月起 已经连续5个月没有发工资 还欠了20多年的养老保险取暖费 也从未缴纳过公积金 除了四川乐山市河南周口市丹城县公交公司 12日发布停运通知称 因营运困难 好几个月发不出薪资给司机了 公车全面停驶 现在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中国经济都是千疮百孔 有6万亿的财政缺口 房地产崩塌 消费不振 疫情不断 而最近发布的企业财报也显示 即使中国最大的企业利润也在大幅下降 8月12日华为发布2022年半年报 实现收入3016亿元 同比减少5.87% 净利润150.8亿元 同比减少51.97% 自2020年9月美国制裁以后 华为的业绩持续下降 为补充运营资金 一项很少借债的华为 今年已经7次发债 融资240亿元 中芯国际是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 企业发布的二级报显示 虽然收入同比增长41.6% 但净利润同比下滑25.2% 中芯国际解释称 利润下降主要是智能手机需求下降 新厂市经营费用增加 以及疫情防控成本增加 在教培互联网等很多行业被打压后 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大亮点 也是一二级市场投资 能蜂拥进入的为数不多的领域 但是新能源车企业整体亏损 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信息发布会上 中汽协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今年上半年 中国汽车行业的利润同比降幅达到了25.2% 尤其是新能源汽车的产业链很不健康 上游原材料企业的利润暴增 但下游企业却连汤都喝不到 基本上处于亏损状态 通过几年的技术升级 方案优化 我们动力电池的价格降了很多 但因为原材料价格上涨 把我们几年的努力都摊掉了 从车企半年报业绩的报告中 也可以看到 新能源新车中 除了已经量产的比亚迪 净利润预计在28亿到36亿元之间 大部分新能源车起亏损 本台特约评论人张宜昌认为 连中国最知名的这些企业 都处于生存压力中 其他企业可想而知 目前受疫情与核酸检测的影响 整体经济恢复缓慢 一些经济活动还在冻结之中 所以现在除了政府加杠杆 靠基建拉动经济 企业和居民都不愿意 或者说没有能力在家杠杆 中央社18日报道 美国和台湾正式启动 21世纪贸易谈判 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说法 在8月18日 美台达成谈判任务共识 正式启动程序 预计今年秋季会展开首次谈判 美国副贸易代表比昂奇说 新的一轮谈判会深化美台贸易投资关系 推进两方基于共同价值观的贸易优先事项 促进创新与劳工改革 推动经济的成长 根据美方提供的资讯 本次谈判将涵盖11个贸易领域 其中包括贸易便捷化 法规实物 反腐败 中小企业农业 贸易标准 电子贸易 劳工问题 环境 国企规则 以及非市场政策与实物的问题 碧昂奇表示 这些领域的谈判 有助于美方寻求达成高标准贸易承诺 打造公平繁荣 且具有韧性的经济前景 美联储公布7月份议息会议记录 与会委员认为 几乎没有证据表明 美国的通胀压力缓解 需要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 但可能在未来某个时间点放慢加息的步伐 一席记录显示 决策者重申要继续加息来遏制高通胀 不过他们表示 过快的加息行动可能有点过头 会抑制美国的经济活动 下一步的政策将取决于未来的经济数据 美联储预计 近期内通胀仍会保持在高位 联邦基金利率可能依然低于短期内的中性水平 美国房地产市场等领域的增长 在信贷收紧后已经开始放缓 但劳动力市场仍然强劲 失业率处于接近记录低位的水平 尽管美联储没有为9月份的加息提供清息的指引 但一息记录公布后 业界预料9月加息75个基点的可能性降到了40% 原先是52% 加息50个基点的可能性保持在60% 美国稍早前公布的第二季GDP出现收缩 经济连续两个季度收缩 对于是否进入衰退市场存在分歧 对此美国银行行政总裁莫伊尼汉表示 美国民众已经感受到了经济陷入衰退 这对经济前景构成了负面打击 莫伊尼汉接受美联社访问时称 衰退只是一个说法 民众的感受才是最关键的 美国人的看法和信心将对经济构成重大的影响 目前汽油价格高企以及租金普遍上升 已经打击了民众的消费情绪 将不利于经济的良性发展 观众朋友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在中国公立医院一直被认为是稳定又赚钱的行业 但是现在公立医院也出现了倒闭和欠薪的现象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地方政府的财政吃紧 对此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 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也希望您能捐款给希望之声媒体 希望之声是联邦批准的非盈利组织 您的任何支持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李源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